周五,早中在马德里造亭大使馆 与12位青年共进午餐 洋溢着一片热切与投入的气氛 以抽签选出各大州两名代表 再加上两位西班牙职的一共12人 其中一位法国籍的青年 一个月前与一位西班牙女青年结婚 两人都是逝亲日的志愿者 赵亭新闻发布厅主任龙巴迪神父指出 午饭结束时 赵宗愿意认识这位太太 诸侯接对新婚夫妇 他们在逝亲日的氛围下成家 赵宗于青年的午餐大约一个小时 龙神父确切表示 抽签的条件是 其中三位在第二天有赵宗亲自替他们办告解 他又说赵宗对这次行程感到高兴 可以参与逝亲日 赵宗亲自替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